芯片巨头英特尔金银断崖急需资助 美国政府和军方都袖手旁观 这期节目我们说出这个事 英特尔是美国的集成电路企业 世界上绝大多数电脑都采用了这家公司生产的中央处理器 包括你我正在使用的电脑 按理说这样的一家企业应该是美国政府重点扶持和保护的对象吧 不然 最近英特尔对美国政府意见很大 这家企业在依法申请财政补贴和低息贷款的时候 遭到了政府的拒绝 英特尔公司之所以没有能够拿到这笔钱 和到自身的经营状况有直接关系 按照美国政府和英特尔公司达成的协议 这家公司必须实现一定的商业成功 才能够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案 向政府申请85亿美元的拨款 此外还能够申请110亿美元的贷款 再加上一些税收减免措施 总计大约有390多亿美元 但是在2024年上半年 英特尔公司的表现并不好 根据分析数据 英特尔在终端产品上表现还马马虎虎 无论台式机还是笔记本电脑 都在缓慢的增长 但是在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 英特尔的计算机中央处理器 并没有什么优势 在英伟达这些新兴企业的挤压之下 英特尔甚至没能拿到 人工智能市场的入场券 英特尔公司还有一部分晶圆代工业务 但是英伟达和AMD公司都表示 还是台积电的代工能力更强 服务更好 因此英特尔经营业绩的下滑 也就无可避免了 企业在商场上起起伏伏 本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是英特尔的情况就相对特殊一些 它不仅仅是美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龙头 而且还直接关系着美国军用芯片的制造和采购 美国政府要求英特尔必须建立起一套完全在美国境内的生产设施 为美国军方生产高端的集成电路 并且在2030年以前 要生产全球五分之一的先进芯片 摆脱对韩国和中国台湾芯片企业的依赖 美国内部甚至有人把这种安排叫做安全飞地 不过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美军发现要想建立和维持这个安全飞地 要花的钱实在是太多了 如是这些政客和军人们一番合计 决定放宽采购需求 继续从韩国和中国台湾购买 英特尔公司对此非常不满意 他们在美国好几个州进行了生产投资 很快就能开工制造芯片 所以美国政府虽然总是把中国威胁挂在嘴边上 但是真正在关键高技术领域国产化的问题上 还是摆脱不了那种短期利益为王的 金融资本的思维方式 你要想让他们拿出真金白银来 长期扶持某个高技术产业 难度是很大的 老爸是英特尔这种美国的核心企业 为他的国家带来了无数的荣誉 当他需要大批资金投入来重振旗鼓的时候 美国政府的资本家走狗的贼脸就表露出来了 因为弄不到补贴 英特尔公司决定裁减一万五千人 这些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的人才 是特朗普和拜登口口声声要保护的人力资源 但是当英特尔公司经营困难 被迫把他们扫地出门的时候 美国政府和国会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 这来不是美国制造业的衰落 甚至是高技术制造业的衰落的原因的写照吗 好 这句话就评论到这里 我能解决了你 你自己关闭了吗 你自己关闭了吗 你自己关闭了什么 那々不是我们去告知了 你需要 sol